我們現在請老師來玩一下真的 但是在玩真的之前 你要先認識你們家的寵物叫什麼名字 老師有沒有拿 手上有沒有拿 找到這一張 這一張 這張 你們家寵物的名字在這裡 您看到這上面有兩組號碼對不對 一個叫SSID 一個叫DeviceSID 我們這個裝置 您要控制它 用的是下面這個叫DeviceID 那如果您需要的是什麼 是去進這個開發板去設定的話 用的是上面這個名稱 SSID 我們每一個開發板 就等同好像一個IP分享器 所以如果您現在您把你的手機的無線網路打開 你會發現現場有應該有十幾個 都是WA開頭的 所以如果說您有需要比如說我回家之後 我要把這個Smart開發板 設定它預設連上的那個無線基地台改掉 那你就要進到這個地方來做 進到上面這個 那我們要真正要控制這裝置的時候 用的是下面這個 但是您要注意一下有分大小寫 有分大小寫 所以我們這邊的應該都會很短 如果您是個別在網路上買的 就是從官方上自行取得這個ID的 會比較長 應該是8到10位數 8到10位數 所以這個要老師要留意一下 所以呢 我們現在呢 怎麼知道您的裝置有沒有連在線上 老師您看一下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閃電 有沒有 右上角有個閃電 你把它按一下 你把您的裝置打進去 以我的來講 我的如果我要控制我後面那一台 我打完了 您會發現 有沒有 變成綠色的 表示 我的裝置已經在線上了 我就可以透過這個名稱來控制它 來控制它 那 有沒有 老師你有沒有發現你的變綠色了 記得有分大小寫喔 好 那這個號碼 這個裝置名稱 請你就多多兩下 直接複製就好了 不用再重打 把它複製下來 按右鍵把它複製下來 拿到哪裡 拿到這裡面 剛剛我們是用1234 對不對 現在把它貼進來 但是要注意一下喔 這是玩真的喔 不是玩模擬器的喔 所以 我在這個地方 原本用模擬器 現在真的要透過Wi-Fi來連上它 有沒有 我的連線方式喔 我要改變一下用Wi-Fi 現在我就可以真的來Play一下了 各位有看到我背後那一顆燈嗎 亮耶 對不對 模擬器裡面的燈也會亮啊 但是有一個前提喔 我的假位 我這個是接10喔 你們的是接2 對不對 所以你就要跟你的那個是一樣的 所以其實我們從虛擬的裡面也可以玩到外面來 就是說你要玩真的 但是老師您這邊有一個要注意一下喔 抱歉 你們的因為是Smart 所以前面這裡來 你們的開發板 不是用馬克一號 你要用什麼 Smart 這樣了解 這樣有哪裡 有喔 這樣就了解什麼叫智慧插座了嗎 呵呵呵 這個就是 就是 他會用那個LED燈的 閃爍就是 供電不供電 供電不供電 這樣子 不行 不行 搖鱗 就算了解